你知道川普的女婿和快艇队的前老板 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 他们都有最起码四五千套收租房 五千套收租房在洛杉矶 就代表一个月的租金收入就有一千万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做这个生意呢 首先钱放在这些物业里面可以抗通货膨胀 第二可以利用杠杆 比如说你拥有一亿的收租物业 你其实只要两千万就可以撬动这一亿 可以拥有这个收租物业了 还有如果你是出售这个收租物业 你赚了钱是不用付任何增值税的 比如说你是一百万买两百万卖 你赚了一百万 你只要把这两百万投到下一个物业 你就可以延迟这个增值税 还有可以通过折旧 还有抵扣各种开销 基本上你可以把所有的利润 全部把它抵扣掉 还有个好处就是很容易扩张 拥有几十个物业 几百个物业 甚至几千个物业 只要几个人就可以管理了 然后是被动收入 不管你吃饭睡觉 钱都继续 小红书 请不吝点赞 转发支持自己的转型 et转发支持自己的转型 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转发支持自己的转型